變化 自放大 自換顏色 然後加上次數 大概就三個 應該也夠了 那怎麼做呢? 當然第一個 直接雲端上就有了 我已經把這個 所以你可以分開來 比如說我這邊setColor這個應該知道 那Color的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如果要增加一個顏色 其實不用背 你可以從enjoy.graphic.color 後面就有顏色出來了 所以你要輸入這個部分的話 記得就是說你可以這樣 Enter一下對不對 然後打一個T01 這怎麼變全新 T01. 這邊會出現 你就打一個set 假設要怎麼樣呢? setColor 什麼Color? setTestColor 所以你就打一個T 然後底下就會出現什麼? setColor對不對? 你就點一下 那Color後面可以傳什麼樣的顏色 你可以傳顏色也可以傳數字 那它可以是16鏡位置的 比如說紅色應該是什麼? 鏡 紅色的話應該是FF 00 對不對? 這是一種 應該知道這個吧 如果寫過網頁應該知道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用那個 用enjoy的 就是enjoy內建的範本 你打一個enjoy點 打一個graphic 打一個g 它就會有graphic出來了 不用背全部 然後再點 點什麼呢? 點color 有沒有? 這邊也有嘛 對不對? 你就點兩下 或者按enter也可以 再點 這邊就有顏色了嘛 如果你要紅色的話就ray 有沒有? red出現了 OK這邊就有了 那以前是打那個enjoy點graphic點color 不過你會發現 新版縮小了 不用打enjoy也可以 以前是enjoy 開頭一般都是範本 裡面內建的 那你就打一個color 點ray 然後呢 字放大 放大到多少? 30 那30的話記得t01 點什麼呢? 點set set 那個什麼呢? test 然後什麼? size txt 然後再打一個size 有出來了 所以這個可能要打比較長一點 那特別注意它要傳什麼 後面加 會跟你講說float float float的意思是浮點 OK 所以你不能給它整數 那怎麼加float float就是浮點的 那如果30的話 你不能打30 30是整數對不對? 請你多加一個小的f 這樣子的話就是float 就是浮點的 加一個那個f 表示是那個浮點的 OK 這樣子就會紅色的字放大 所以執行的話 就紅色的字放大 應該可以看到 假設的好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什麼? 您按一下幾次 那幾次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直接在這邊 先把您按一下按鈕 加 cons幾次 那這邊有個cons的變數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加上 把這兩行加上去 那把這一行刪掉 把它貼上 不過特別注意喔 請你注意一下 還要再加一個什麼 剛剛同學問說 老師這樣好像跑會錯 為什麼? 因為這個cons變紅色 因為你必須要宣告 一個全域變數 那什麼叫全域變數? 就是說 你不能宣告在 unclick的下面這裡 這叫區域變數 如果你宣告在這裡 你就變成區域 區域就是 結束了又重來 結束又重來 所以怎麼樣? 你必須要宣告在全域 全域在哪裡? 在宣告物件這邊 enter一下 宣告一個int 整數 那什麼名稱呢? cont 名稱叫cont 這樣就ok了 就是它cont是一個變數 它是一個整數的 可以放整數進來 底下應該就ok了 那如果你這邊做完之後 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你把它執行過 執行完之後 你在模擬器裡面 看到的效果就會是 我們剛剛的這個效果出來了 ok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東西吧 沒有太複雜的東西 盡量不敢說再放太多 反正你今天只要在這個範圍裡面完成 那就恭喜你了 ok 好吧 畫面最後再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它是執行 給他一點時間 好 那最後完成 你可以發現按下去 它除了字變紅色 那也放大了 那也怎麼樣呢? 也會幫你出現 點一下一次 再按一下變兩次 那或者你回去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再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放大一個縮小 當你按下放大字就放大 按縮小字就縮小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當然就是30f那個地方下功夫 按一下把那個當成一個變數嘛 對不對?你按縮小 它就-1-2這樣子 越來越小對不對? 當然你還怕說太小 你就是做個邏輯判斷 如果這個字的大小小於多少 那你就怎樣? 就不能再小了 不然的話看不到 諸如此類的 或者是說還有其他的那個變化題 其實書裡面也有 就是按一下 隨便亂數決定一個顏色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不一定要紅色嘛 那你怎麼辦呢? 你就是亂數 自己用那個在Java裡面 其實這個你可以找Java的那個部分 有那個亂數的那個 那個RND的那個函數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這個方式 自動產生一個顏色出來 可不可以啊? 按一個顏色 它會亂數產生一個七彩顏色 OK這裡的話 今天時間有關係 不然就先到這裡 好